而在这一场逢甲立体停车场的启用典礼上 代表市长出席的副市长陈子敬也带来好消息 因为台中市长卢秀燕脚伤开刀住院已经请假很多天了 现在终于要出院了 副市长陈子敬出席这场活动的时候就提到了 卢秀燕将在8月6号也就是明天要出院 复原细节还不清楚 但是市长心系事正即便是在住院中仍然是远端办公 市长卢秀燕要出院了 副市长陈子敬出席逢甲停车场启用典礼带来好消息 市长卢秀燕确定8月6号就要出院 出院至于好行程就是说 扛锤好吗完全好吗 是不是跟我们正常这样子还是说 只是说我们有个出院的 扛锤还没办法也能出院 就不晓得了 109年6月开工加码投资来兴建Lalaport 在7月25号东区三井Lalaport上凉典礼 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 市长卢秀燕传出脚伤恶化 入院手术向议会及市府请假 他都还在病床上那边跟我们做一些指示 要注意就是包括这个治安的部分 或者万一如果说有发生什么灾难 比如说灰弹的掉下来 那些类似这个警消人员 要加强戒备 脸书除了更新境况 更多是针对市政原端处理公务并下达指令 尤其住院期间议会开议又逢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 面对中国大陆制裁 第一时间启动三项措施 降低对民生的冲击 三位副市长都各司其职 像黄富他就是因为这几天都预会 他是在预会类型 代表市长类型 那我就负责自然交通还有交房的部分 像今天交通局这个 三位副市长分别赋予不同任务 代理市长处理市政 而卢秀燕即便仍在医院仍停不下来 新系市政 短暂休养一个星期8月6号出院 至于何时会公开露面还不确定